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營車用3C音響主機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實物的車 上一次預告的這台車來了 2021年的Toyota Camry日本進口版 上一集你要賣多少的時候呢 那我就說這是我最喜歡的一代 Camry 在近20年來 那我覺得喜歡的地方呢 是在它的外表 不管是車頭屁股 我是覺得屁股比較好看 但是唯一的一個就是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我覺得它整個線條非常的有跑格 包括它這個車頭銳利的頭燈 大型的氣霸 不過其實這台車買回來之後 我有上網去研究 你知道它有GR Camry 而且那個叫什麼 我們上次改CHR的那一間 Monna Lisa 我跟你講不要再Monna Lisa了 Monna什麼 明明就叫Modelista 好不好 OK 那個是義大利文 OK 不知道對不對 它其實有一些改裝套件 稍微改一下會很好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大型的氣霸 這個就是家族式的嘛 這個年代從亞綠斯開始 差不多車頭就是這樣 有沒有沒什麼改變 沒那麼好看的就是它的鋁圈了啦 它的鋁圈呢就是原廠的乖乖牌的形式 還有再一個規格 因為它是搭配17吋的 所以這台車回來第一件事情 鋁圈最少要18吋以上 塞滿它的輪弧 因為TOYOTA的車很討厭 TOYOTA的車從以前 就有一個我覺得很不好的點 你在路上如果你看到TOYOTA的車 你去看它的側面 你會發現TOYOTA的車輪弧都做很大 然後輪子都很小 我們不要講偷不偷配備這件事情 我是不曉得 它們一定是經過 才會把這個稍微縮小的鋁圈 尺寸放進這個輪弧裡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適合因應台灣的地形 也許它在國外寸數更大 但是來到台灣 那就不一樣了嘛 台灣的線數 加上台灣的這個道路使用 輪胎不適合做太大 小一點 讓你怎樣開起來 輕快 省油 節能 諸多考量之下 才把那個尺寸 稍微縮小一點點 可以吧 不要再講我和黑了喔 我最喜歡這一代了好不好 我都講了 有一說一的好不好 不要再讓我講一次了 好 再來一個 我覺得它側面的整個線條 加上你看它這個鞋背 真的做得很漂亮 稍微有一點點鞋背 延伸的造型 而且你側面還可以看到 一點點的擋風玻璃 跟我以前的一台車很像 我以前有一台那個 舊型的Integral DA9 讓你從側面還可以看得到 一點點這個 後檔的這個弧度 漂亮 屁股這個燈真的非常的有 雷克薩斯感 而且你知道CAMERY在這個 後車廂一定要有這牌子 這個已經是它一個精神的代表 而不是在這邊 不是在這邊 一定要這邊 精神的代表 那後面稍嫌樸素了一點 而且它原本其實就有做一點點的這種 它想要壓尾又不是很尾 所以你必須要再幫它加一點點的 壓尾出來更好看 不過這個後燈稍微中規中矩的一點 可能是因為這個還是有成本考量 如果能再現代感一點 那就會更漂亮 說實在話好不好 內裝就有廉價感 這個內裝用料呢 基本上我這樣看起來呢 坦白說比起Artist來講的話 就差異不大 你可以看到這個門板這個塑料 這全部都是硬塑膠 這個廉價感其實就出現了 還有一個廉價感在什麼地方 在這裡 塑料跟這個開關 就真的廉價感就還蠻嚴重的 它椅子有很認真 它中間其實有做一條麂皮耶 很屌耶 有嗎 只給一條耶 有沒有 不過我覺得它真的要做麂皮做點綴 它帥一點 用跳色一點可能會好一點 質感就出來了對不對 可是它一樣用灰色麂皮 就是讓連阿大都沒發現 它有做一條麂皮 這個點綴感 感覺的那個 它的用處就沒那麼大了 那皮革坦白說也是蠻一般的啦 門板有個杯架 但是它的杯架稍微有點斜斜的 有點傾斜的 但不要緊 我們中間還是給了兩個杯架 那中間用了這個飾板 類似法絲紋的印刷的 然後這個門的部分呢 跟中控排都有這個金條 它這個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有點設計感 然後駕駛者取向的感覺 那這邊有個置物盒還蠻深的 而且這個有設計一個阻尼感 還不錯 中間呢 排檔頭跟這個按鈕 都稍嫌廉價的塑膠感 那這個儀表板呢 是採用高反差的白光 雙環式的 中間呢 這個資訊窗有點小 但是它就是會秀出這個 跟車的一些資訊 雙區恆穩空調系統 這是車美式嗎阿呆 好像不是 這個應該車主自己去升級了吧 這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車美式的 我實在不太會分 搞不好 上次的留言說不是 這不是喔 這有環景 應該是自己裝的 所以你看喔 它這個全車的隔熱紙 加上它裝的一些這個東西 再加上它的抬頭顯示器加裝 這些東西呢 在二手車其實都不會加錢 包括它行車紀錄器也用 行車紀錄器有要講好不好 如果假設買二手車 我最討厭付行車紀錄器 我又不想把它拔掉 你知道為什麼 這很尷尬 就是我去拆還要弄線對不對 全部拆掉之後 車主買了 他買新的那我當沒事嗎 但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這個不拆 我付給下一個車主 然後他回去行車紀錄壞了 他回來找我會怎麼辦 這很尷尬 這當初是付給你的阿 也不是全新的阿 想說讓你少花錢 以前我會這樣阿 結果他回去以後 行車紀錄壞掉了 回來找我都不是車壞掉 行車紀錄壞掉 我又覺得很倒楣 買車人自己再加錢再裝新的 那都沒有個事了 因為新的有保固嘛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有點尷尬 很厚的車主手冊好不好 車主手冊裡面 你搬到洗車那邊 他會講說洗車的時候 引擎不能進水 我看這本有沒有寫 我記得是在6-1吧 你看我都背起來了 你看有有有 真的有啦 6-1保養與照料 清洗車輛時 不可直接將水注入引擎室內 否則可能會導致電子零件等發生火災 有沒有 所以到底我背起來 到底引擎室可不可以淘水進去啊 手車上寫不行 他說可以的時候就可以 他說不行的時候就不行 但是他說可以 手車寫不行的時候怎麼辦 那要聽誰的 我怎麼知道 要問他啊 這個我也是覺得很尷尬 OK 它這是什麼啊 這什麼東西 鋪兒 鋪兒是什麼 拉 喔 是車身號碼嗎 對車身號碼 不明白 車身號碼在這 喔 車身號碼在這 好 看起來是長姿勢喔 CAMBERRY的車身號碼在這邊 好 雙電動椅 前面有一組 USB的資料傳輸跟 點驗器 充電 置物盒 喔這個 這個 龍弓你看 喔這個比較龍弓的 你看 喔便宜的塑膠 喔便宜的塑膠 質量很輕啊 這個 大家對於屋頂的東西都很隨便 然後我看一下它的燈有沒有 鑒 鑒鑒鑒鑒亮 沒有 不過是LED的啦 CAMBERRY在以前是高級車你知道嗎 以前還沒有雷克薩斯的時候 CAMBERRY就很高級 喔對以前沒有雷克薩斯 以前雷克薩斯好像是水貨的耶 我小時候好像沒有Lexus Lexus後來才來的 好這是我開車的姿勢 然後方向盤我剛剛也有試啦 它有上下前後都有 我最需要的 這對於腿長的人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它的椅墊有點厚 所以坐姿其實有點高 我已經調到最低了 它坐姿有點偏高 好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其實沒有很大耶 剩下一個懸頭而已 我178的位置加上178的乘客 坐起來就這樣 後座有一點 KING 不過這再來車有一個很特別 你看它有四個拉環 你看它連駕駛座都拉環 一般駕駛座都沒有 後座閱讀燈 我以前我小時候 後座閱讀燈就是一個配備 或者是這邊西柱會做一個閱讀燈 那個算一個很好的配備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講求那種尊貴感 你知道嗎 好像老闆 你坐在後面要看報紙 要有閱讀燈 所以以前小時候 後座閱讀燈可以寫在DM上面 就是一個還滿屌的一個配備 皮革有點廉價 我真的覺得它的內裝不如它的外表般的 有質感 一樣後座出風口 這邊有兩個Type-A的充電 坐姿稍微直了一點 後座空間沒有我想像的大 而且頭直接在C柱旁邊 其實我開車的時候也是 當我的椅子調到頭在V柱旁邊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會嗎 為什麼 一個側甩你就撞下去了 這樣不是才有安全感 這樣有安全感 你頭一撞你就破了 如果是撞玻璃 撞玻璃 你頭可以把玻璃撞破 但你頭不可能把C柱撞斷 這就誰硬的問題了 我講一個很屌的要不要 來來來 前面來前面 你剛好講到頭撞玻璃對不對 來來來來 後面那要關嗎 沒關係 來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有一天 我國應該是國小的時候 有一天我出門上課 然後就看到我爸的車停在停車閣對不對 我看到這邊啊 有一個圓圓的往外 往外 玻璃 擋磨玻璃會有一個狀態 就是你撞碎它 但是它因為幫它爆嘛 所以它沒有破掉 然後就看到一個頭的形狀 撞出來 一個頭的形狀在這裡 我爸的頭 我心裡想說 我爸還在嗎 而且車停好喔 停在家裡門口停車閣喔 我爸緊急煞車 砰 他撞出來 結果沒事欸 連去醫院檢查都沒有 反正就是沒事了 我現在還活著 真的沒事 所以你剛剛問我 頭硬還是玻璃硬這個問題 我現在就可以回答你 頭硬 所以我是覺得 B柱C柱在頭旁邊 會有一點沒有安全感 所以才要側撞的那個 氣囊嘛 對不對 B柱C柱才要氣囊 開箱的車廂 這個快勤 快勤也不太理我 快勤也不太理我 好 基本上快勤也沒什麼屁用 應該也是要有人在前面搬 不知道阿丹 你去搬看看 我現在這邊拉你搬看看 它沒有辦法自己一拉就倒 所以真的人要在那邊用 你再把它壓回去 對阿不行啦 這邊拉還是必須要有人去前面把它搬下來 才有用 你看很多車主都這樣 新的買來的時候捨不得用 到最後全新的送給下一個人 殊不知車賣掉了 人家得到了一組全新的原廠地毯 原廠地毯是比那個貴很多的 好不好 然後下面我們上次看過了 補胎記 很好它都有在它應該要有的位置 好啦真的蠻漂亮的 不知道這個也是LED的 不知道是車主換的還是原本就是了 這邊有藏一個鏡頭 這邊有一個鑰匙孔 藏在下面不錯 這樣藏在下面你外面都看不到任何的孔 好這設計還不錯 有的坐在這裡嘛 有的鏡頭露一個小龜頭出來 看起來也是很怪 所以它都好好的藏在裡面還不錯 好啦 我們接下來呢 就出去開看看 它的外表的跑格 跟它內裝的廉價 到底開起來是什麼感覺 Let's go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極速科技 專營車用3C音響主機 來囉 欸 哇 四啊 那裡CPT 它是時速CPT 它本來是時速CPT 那今天颱風嘛對不對 颱風好像掃到邊邊了對不對 對啊 不會進來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颱風天還要拍片你知道嗎 因為已經賣掉了 非常的快 我們禮拜五上顧車影片嘛 禮拜一上架 今天禮拜二賣掉了 二成交好不好 所以我們開頭就講了 我成交之後呢 我還問買主說可不可以拜託借我 因為影片還來不及拍 可不可以借我拍一下 買方人也很好 你說好 小思 OK對不對 我跟你講其實很多人希望 它的車有被記錄在YouTube上面有沒有發現 就留個紀念 但你也會嘛 我的車不是就在YouTube上面 對啊 你也會覺得這是個紀念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有人會自拍的嗎 情侶自拍 為什麼會自拍 留紀念嘛 對啊 可是這個自己留念跟大家一起觀賞 就不太一樣了 我目前開起來呢 車子覺得 喔 不錯 它有車道天移的機師 它這個已經有跟車2.0 我剛剛查了一下它的馬力是173匹 其實我覺得算不錯啊 數據上面 然後平均油耗應該是12公里吧 我覺得有點意外 這是騙人 它說是 喔沒有耶 12是四驅耶 高速19 平均有16 今天還假的 這2000的呢 你是不是查到油電 沒有啊 看最後一看 OK 聽起來還滿省油的 好啦 主要這台車喔 我是喜歡它的外觀 那你覺得這外觀你OK嗎 車頭 屁股沒有嗎 我覺得 可是我比較喜歡屁股 略微保守 沒有啊 它其實缺的就是鋁圈跟避震啊 還有小尾翼啊 好 來了 油門吹一下 很可惜喔 這個173馬力喔 配上CVT 真的開起來 略略有點不夠的感覺 我開起來我覺得像150匹 160匹這樣而已 不過呢 還是夠用的 只是說牛叫聲就會出來 這就CVT的那個 沒辦法的 哇 輪照聲其實蠻大的 那個輪弧 進來的聲音蠻大的 這輪弧的隔音不是很好 風切聲還OK 但我聽到比較大的聲音 是從輪照上 包括前面的輪弧傳過來的 我本來想說 這個車如果放個幾天沒賣掉 我想要改一下 你知道嗎 你要改什麼 沒有改那個啊 GR Camry 我真的有上網去查 GR Camry的那個包 我是真心蠻喜歡這台外觀 我沒有在唬爛 我沒有要跟 核泰拉近距離 因為我們有一說一 對不對 有二說二 我真的不是為了要彌補什麼 我確實 從很久以前 我就真心是覺得 這一代是我看起來 比較喜歡 比較舒服的一代 當然有人也會留啊 有人喜歡六代啊 那我自己心裡 我是覺得這一代 我覺得有那個流線感 而且我覺得以配備來講 還有它的價位來講 它當初賣102.9 你想想看 102.9這個數字啊 你只能買到一些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馬自打你能買到什麼 馬三 對不對 你只能買到馬三小台的 馬六要一百二十幾萬耶 馬六2.0的旗艦要一百二十四萬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以整個配備上面來講啊 它已經有跟車2.0了嘛 不過的確喔 我這樣開起來 它在高速公路的轉速是真的滿低的 除非你有極加速要超車 你會聽到略略的引擎的吼叫聲喔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定速巡航的狀況之下 其實它轉速會滿低 這CVT的一個優勢 小晃 它會有一種 它也不是晃得跟船一樣 它那個開起來有一點像是這個 假奶你知道嗎 就是它會晃又不是很晃 有點像布丁或是果凍或是矽膠 它那個晃又不是那種讓你 有沒有 真的很晃的晃 對就像布丁一樣 又不是那麼的天然的那種感覺 只是它就是晃得有點Q彈 稍硬 比起天然的稍微再硬了一點點 有一種斷斷感 既跳彈車之後又來一台夾奶車 我跟你講我發現這台車看上去之後至少有超過十個人詢問吧 那我發現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你知道來問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嗎 它本來開Yaris 本來開Artis 本來開CHR的 本來開CC的 神奇吧 大家都是什麼Toyota想升級的來問 你知道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它問完以後 它就說小事 那我的車想要換車的話 我的車大概多少錢 它就會把他的車資訊給我 所以我發現有大量7成 很負責任的跟你講 我的小數據來問這個車 私訊來問這個車 有7成都是 它本來是小Toyota 現在想要來換這台 當然我覺得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成分 是因為大家都看得出來這台車是新車吧 開4800公里 所以我真的覺得二手車是這樣 當它的里程數夠少的時候 就會引發很大的關注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我們那台福斯有沒有 T4 也是一堆人問啊 外面有更多里程一二十萬的 他們為什麼不去買 所以人還是會有這個迷思 大家還是希望說 買二手的東西 它前面一任越少用越好 以前我在看房子的時候 還看過那種 屋主買新的之後 從來沒住過的 已經放了十年這樣 你進去的時候 連門的模都還沒拆 他說這屋主就沒缺錢 買來就投資 就放著 邊賣一年過一年 一年漲一點 一年漲一點 你看車子為什麼不能這樣 車子是不是一直跌 一直跌 有沒有 所以車子是負資產 人家的講法才是這樣 它有手勢牌 有 所以它手勢牌有時速嗎 真的假的 有這麼多 真的有 現在M8 7 6 它怎麼加 它不給我加 我怎麼加 上面加 對啊 它不給我加 速度不夠它就不讓我加 你看 速度不夠它就不讓你切換 電腦介入太多 這虛擬的 但我覺得它這個車的設定 它的四驅的起步調的力道 比較沒有那麼的阻 你看喔 我想要稍微 加速度引擎聲音就出來了有沒有 它這個 齒比啊 設計的不像我們認知的那些 Toyota 就我剛剛講那些排氣量更低的車子 它們會把四驅的這個轉速啊 調得很輕盈 讓你油門稍微踩一下 車子就往前衝 開起來都會讓人家有一種 油門很輕盈的感覺 然後你油門踩起來是空空的感覺 就很輕盈 加速起步加速很快 但是呢這個Camry這台車 我開起來的感覺就是 第一個它把油門踏板反饋感加重 甚至我覺得它的油門比RAV4還要重 所以在四驅它的反應啊 當你速度降下來 你過彎速度降下來 你要再出彎你要再加速的時候 它的反應其實滿慢的 除非你要踩得很深 然後你就會聽到引擎的吼叫聲這樣 坦白說這個車爬山我覺得沒那麼舒服 你看它一直把轉速維持很高 我看下幾檔 二檔 它一直在二檔三檔之間 它的轉速其實滿高的 我油門只有頂一點點而已 我們現在速度大概40公里 開起來你就會覺得有重波感 爬山感覺沒有讓人覺得有那麼靈活的感覺 一直感覺到引擎轉速很高 現在大概2000多轉 好像你胸喔 你聽這聲音有沒有 其實還不錯啊 地板沒有很軟 CVD的好處就是當你聽紅根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以為它熄火 起步就這樣 大聲 剛到四軒轉了 而且我不是仲裁 我只有精彩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一種人你可以買這台車 可以選擇這台車 就是你有空間需求 但是呢 你又擔心會暈車 我覺得這個車應該 比起Rub 4 你又是Toyota的中時愛好者的話 它比起Rub 4 其實暈車的機率 我覺得應該會降低很多 我覺得它這個不能算Q 它就是果凍 就是矽膠 對 要怎麼形容 我覺得不是Q啊 Q 你知道Q的那種感覺的回彈力 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它的回彈力又沒那麼大 你只能覺得就是 那種感覺 那種彈性就有點像搭帳篷 然後內褲脫下來 那種 的感覺 阿戴你有嗎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你要怎麼回答 你要說當我搭帳篷的時候 我內褲根本就脫不下 卡布 因為太尖了 哈哈哈哈 自穿了 哈哈哈哈 可是喔 我跟你講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椅墊好熱喔 不透氣耶 你有覺得熱熱的嗎 我還好耶 我覺得它的背跟屁股不透氣耶 有點熱熱的 然後椅子的支撐性也不好 大腿也沒有 這個是舒適的 它這個都沒有 腿靠也靠不住 不過開起來蠻容易上手 Toyota車就這樣 一下就可以習慣它的車子了 它那個油電款 我記得油電款 2.5油電是218匹馬力的 不過開起來應該是有比較爽吧 可是我覺得Toyota的油電系統也是 我坦白說 一開起來的感受 瞄準 可能是那個反差感你知道嗎 你本來用電在行駛的時候 你覺得還蠻舒服 蠻順蠻安靜蠻有力的 忽然那個引擎切進來以後 你就會覺得 變好大聲喔 那個反差感還蠻大的 好啦 那這台車喔 我們剛剛開頭講已經售出了 也跟大家分享 我那時候想說賣80出頭嘛 對不對 那後來我們賣85萬 也有這個蠻多觀眾朋友 傳訊息給我說 這個68萬是別人估太低 不是我買太高 很多人都傳給我安慰我 你知道嗎 然後貼外面市場在賣 都賣90幾萬以上 21年 對 都賣90萬以上 里程數還比我們還高 所以很多人 訊息如學片般非啊 我發現我們的 支持我們的觀眾朋友 人都很nice 你知道 可能他沒有要買嘛 所以我賣多少錢他沒差 沒有啦 人家是真的安慰我 說小師你沒有買太貴 這外面呢 他們看都有賣90萬以上的行情 然後後來呢 我就研究了一下市場行情 然後再加上說這個車 我們難得買到這樣的里程數 等等的 阿拉拉拉算一算 我們決定85萬 我也收到這個資訊啊 他看到我們賣85萬以上 他就說 小師我記得 你不是才收73嗎 你也賣太貴了吧 我們心裡當然是想說 第一個 東西是我的 我要賣多少錢 應該是我的自由 我的OS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很 這個 心平氣和的 就是說因為 有時候我們在 車子的利潤 我跟大家分享 一台車一到兩成 那是一個 概算 並不是每台車都這樣 我還要計算說 我們整體的成本 行政 場地 人事租金 的費用 甚至我可能 哪一天 雨刷護蓋又漏水了 我還要免費召回 服務幫他做 這是沒錢 沒錢拿的吧 好等等等等的開銷 我要綜合的算起來 並不是說 一個物件說 這個東西 我買多少錢 然後賣多少錢 那麼單純 然後再來一個 我也要去綜合一個市場的賣價 就像我講的啦 你們去看 如果大家都賣90萬以上 我賣85萬 不合理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市場取向 我當然相信說 來跟我們買的客人 一定是知道我們賺多少錢 我們已經試圖 讓這個市場是透明化的 就是我們收多少錢 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賣多少錢 也攤在陽光下 給大家看 那就變成說 你能夠接受的 你再來買 其實就那麼單純 所以今天我覺得 不是說 我們 好啦 我要賺錢 我要share 好像這樣講比較快 講了三分鐘五分鐘 企圖解釋 你為什麼要賣85萬 你才買73萬這件事情 好像有點辛苦 我就是share一波 來到機會 share一波 簡單講就是這樣 沒有啦 當然做生意有賺有賠 抓場補短 有的賺多 有的撩錢 你看我們的BZ 有沒有要撩錢 我們的BZ有沒有要撩錢 有時候我們拍影片 花的錢 整理的錢 翻新的錢 在家賣掉 換些流量 根本也不夠 一方面呢 讓這個市場變得比較透明 那一方面呢 我們這個也宣導一下說 這個我們賺多少 其實不是單純你看到 哇一台車可以賺多少錢 那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會這樣子講 我說那很簡單嘛 如果今天做一個二手車這麼好賺 大家都來投資小試就好 我股票上市上貴要不要 哈哈哈哈 啊 股票上市上貴大家來投資嘛 坐二手車那麼好賺 一台車都可以賺10萬 其實就是這樣啦 還是要縱觀各方面的成本 好不好 也要反映市場 市場掉我們也是要跟著掉 那沒辦法 好啦 那這個賣掉最後我們的這個 售價就是85萬 跟大家分享 我是覺得還滿值得的啦 我相信買的人也覺得值得才買的 好啦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的人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周見掰掰 那你知道舉重選手啊 如果舉重失敗會說什麼嗎 舉重失敗 他有需要講話嗎 有嗎 一定要講一句話 什麼 珍重再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還在想像景色 幹失敗啊 珍重再見 哈哈哈哈 然後你知道有一個最簡易的一個 罵人的公式 就是你要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你要怎麼罵人 就是主持有沒有 比如說你的屁股主持嘛 主持加上這個一個你親戚的名字 再加上一個身體的器官 比如說你的懶叫 比我三神婆的小拇指還要短 你懂意思嗎 舉一反三一下 來快點 你的屁股 你的屁股 比我的 比你誰 親戚 姑婆 比你姑婆 對是什麼 的身體器官 的臉 還要怎樣 大 還要大 好爛喔 對啊 好爛喔 比如說你的嘴巴 比我小表弟的懶叫還要臭 哈哈哈哈 OK嗎 而且啊 講姑婆太弱了 姑婆不好嗎 不是 你要三個字 比如三神婆 二叔公 大姑婆 大姑婆 這樣感覺起來像那個衝擊力 有沒有 你的什麼 比我的誰誰誰的什麼 還要怎樣 這就是一個 罵人 標準罵人公式 所以我不適合罵人公式 所以我教你啊 哈哈哈哈